蔡依林陷入热恋 被爆汗混血难磨Vivian 东京亲密同游后的第三天 她冒着台风天 依旧南下高雄出席活动 没想到开唱前状况频频 我的耳朵有开了吗 没有声音 对 这里没有声音 我们现在有了 果然是谈了恋爱喜气洋洋 无论是开唱前耳麦没声音 还是舞一跳头发就被强风吹得乱七八糟 完全不影响她宰歌宰舞的心情 其实演出前 她被问到汗混血难磨Vivian 一发不可收拾的爱火 甚至被爆两人牵手同游东京 似乎大改过去对恋情否认到底的态度 不但表示东京行很开心 谈到是否和Vivian两人亲密同行 她也似乎默认 这是我休假 然后有朋友给我 然后在那里有朋友给我 所以我觉得其他细节 大家不需要去给我做 因为那是我休假自然之间 求一下跟Vivian 很像 对 谢谢 不好意思 有没有 求一下酒令跟那个机场 这一次酒令南下出席机车活动 既然现在有了男友 问题当然逃不过 会不会想跟男朋友一起骑车多忙 谢谢 谢谢大家 我们要准备了 我们要准备了 酒令面对绯闻问题 态度似乎没在怕 导致她周边的人如惊弓之鸟 演出一结束就拉着酒令狂奔到高铁站 甚至在站内追逐 据了解Vivian一见到酒令 就对她手上的刺青非常好奇 对这个问题酒令也闭口不回应 Vivian是让你身上刺青的含义 好了好了好了 不好意思 我们有跟Vivian解释你手上刺青的意义了吗 你小心烈拐烈 烈拐烈 看你笑得很开心 我们来不及了啦 海风来了要怎么过 会在家过吗 接我们过接我们过接我们过 我们有爆料你跟 一个做商务舱 一个做经济舱 为什么不一起回来呢 后面有人小心小心小心 最后被逼急的酒令 一个剑步进入高铁车站 头也不回的跑进站 对于Vivian 今天虽然没有工作 如常到健身房运动 但对于和天后酒令闹绯闻之后 成为追逐焦点 心情也十分忐忑 一电视苏晨中红 由彦祺王惠伦采访报导 揀访报导